我是没有看过一个行车记录仪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啦 它可以 Pokemon I choose you 我差点要丢出器了 这很像Pokemon Ball欸你假的 这个就是最近很火的70mm dashcam only 就是可以360度拍完整辆车里面拍到完完 我在拿着当买的599就可以买到了 然后现在我就会全程加你们怎样安装上去 在on the road实测给你们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功能 我没有看过这个形状的行车记录仪的嘛 你可以讲它像Pokemon 你可以讲它像Panador 你也可以讲它像Minion 它还有什么颜色啊 全黑跟这个啥 最safe的啊全黑 所以建议大家你们如果想要QQ颜色你们就买这个色 超可爱 OK 现在我们先大致看一下它的外形 外形我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1.2寸的IPS屏幕 第二个就是下面这个红色镜头部位 我刚才讲360度 其实它只可以转到340度 剩下的20度就是因为它广角嘛 所以它可以覆盖买 所以我们才讲360度 第三个部分就是灯条的位置 它有时候会是蓝色 有时候会是红色 代表不同意思的 我这个是4G版本嘛 所以我事先要去安装这个4G的这个东西先啦 但是如果你买的不是4G版本 你直接兜上去就可以开始用了 OK 把胶纸拔掉 OK 尽量我就把它安装在整片大径的正中央 OK 有点太简单 简单 那我问我要怎样 诶 这边还可以拉下来啦 上来拉下的诶 开店朋友 诶 转了转了 诶 很Cute诶 OK 现在我们来连接它 首先到了这个70米的APP 然后我们就加这个device 诶 出来了 诶 现在我们connet了之后 就可以实时开始看到画面了 来看看我吧 来看看我 嗨 OK 而且这边有一个拍照button 可以实时拍照哦 其实它整个操作是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啦 也不是说什么太复杂的 而且可以fullscreen看 来 我刚刚就放了sim卡进去 然后我们现在就add 4G 这个4G有什么好处呢 等一下我就一个一个告诉你啦 OK 现在我们已经4G online 代表我们已经connect成功啦 下面还有几个option这个我们等下一边开车 就一边解释给你听啦 现在我们就准备出花 OK 等一下呢 我们就一共会做5个test 第1个test呢 就会看它这个拍出来的画质怎样 第2个test呢就是adass 它就是一个安全警示的一个功能来的 第3个就是voice control 第4第5个就是要讲解 为什么我要选4G版本的 OK 现在我们第1个就是去long guide 看看它的quality拍出来到底是怎样 清不清楚 一个poket ball 连在我的时候进到 而且还有一个它的emoji这样子 它其实在record着的 但是它就没有给我们看到那个实时画面 我其实也不如我自己走下去 不如我们就随处逗一些哈 好 现在我们做第2个测试就是adass啊 这个东西哦就是安全警示语音通知 没有想到有了omni之后哦 今天我这个车都配了这个adass啊 它叻就会在我割线的时候通知我 你自己去跑了去啊 因为我走过来之后 有车停下来它就会提醒我一次 然后我割线它又提醒我一次 所以它刚才提醒了我两次 它就起到一个可以提醒你要注意安全的一个作用啊 所以就是尽量打开手就不要开车了 它其实还有一个语音command哦 就是有motor经过的时候 它会跟我讲attentionriders 第三个功能我们要test的就是 voice control 用语音我们去控制它 但是呢目前它只可以明白一些比较简单的英文 中文不能拿 ok 比如说 My ex take photo Let's see 它除了这个还有 Shit left 看到吗它已经去这边了 然后它就会开始shoot一个10秒钟的左边 shoot right 看到没有 就可以把右边的画面全部拍完下来这样子 而且它这个角度是140度 所以可以拍到蛮广的 然后如果我们开车想要拍一个大合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讲 selfie 哦还有倒手还有倒手 哇后面的字清清楚楚的咧 catchless only 有什么功能的话可以直接进它的app这边 可以看到它可以给什么voice control啦 shoot vlog 啊来着了嗨 哈哈哈哈 真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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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不错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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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车是就是4G版本的好处啦 比如说我现在下车跟没有吃饭 这个Omni就会变成安内保固我的车啦 OK这个测试就需要我真的是下车 离开我的车先 entering the parking surveillance mode OK我现在在很远了啊 我车在哪个位置啊 比如说我忘记了我的车park在哪里 因为我装了4G嘛 所以我现在点进去 它可以实时locate到我的车到底在哪里 看到吗 today13.54 我的车就在这个 Fileo Damansala MRT Station Park and Ride的外面 如果你当然看不到你还是不懂在哪里啦 不用紧 remote surveillance 点进去 它可以实时的拍到 它向着什么方向拍着什么画面 你就可以背上这个画面 你去找回你的车 就是因为有这个4G的网线 所以它才可以做到这个东西 完全里面是没有在下车 我也关了车的 但是它还是可以自己去启动这个 surveillance mode 为了秀真的是用4G哦 我现在跑上去楼上 证明我真的是远离我的车了 OK现在我车在那边啊 看哪里哦 接下来最后要测试了 这个Nono很厉害 据说只要有人撞到我的车 然后Omni它会知道 它会马上转过去那个撞到我的车的那个人 然后拍一分钟的影片 OK 开始转啊 它会用身体去撞诶 Collision Uncle please check your vehicle 你刚才是用身体去撞我车 好不好是吗 好 这个是看着阿肯用身体去撞我的车 诶 而且它准准record到它的脸 它还拍左拍右拍前拍后诶 走不热的靓仔 让你偷懒撞我的车啦 OK 现在测试阿肯是那个撞后头的人 看下它又撞不撞得到 很故意诶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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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你轻轻还是大大力 轻轻碰到 来了来了 视频 还看到你 轻轻在走 想跑哈 还看到它是跑去这边诶 你的飞样全部录下去了 除了撞我车之外啦 听说只要有可疑人物在旁边走来走去 很可疑鬼鬼祟祟这样子的 没有撞到啊 它都会拍下来 There are suspicious person around your vehicle 看我 然后我发现有一个小小又有点中二的功能 就是于是咯 比如说我们一个平平无奇的行车记录 video 你要传给你朋友看 但是这个太普通了 我们要fancy它 哈哈哈 有没有突然 然后这个跟MOTOR跟前面的车 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嗨 今天的Omni测试已经结束了 到底这个东西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Lazada就可以买到了 还有两个版本嘛 如果没有4G版本的话 有32、64、128GB可以选 599块起跳就买到 如果有4G的话 一样有32、64、128 然后779起跳 两个颜色都是一样价钱的 然后2月27号到3月5号之间买的话 还有送你一个限量的礼品 所以你们可以这个时候买就比较白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